到今天讲讲乌冲突的问题啊 特别是俄罗斯现在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遭袭击的问题 这事搞得很大 因为那是国家象征联邦象征是吧 不知道哪国的无人机飞过去呢 给他这个屋顶啊 这个国旗边上给炸了一下 那我们看一下啊 卫报援引Telegram电报上面当场的这个录像 这录像其实非常有意思 我们这边给一个慢动作 大家可以仔细观察一下 首先是右下角呢 其实写了一个5月9号啊 这个是俄罗斯的胜利日啊 也就是我视频的开头 有普京讲的那个巴别大部队 就是胜利属于我们的那个胜利 一样的啊 今年5月9号呢 也要搞阅兵 所以你大家掐着这个表 这个时间你搞这个事 你这个袭击是要造成人员伤亡呢 还是什么设备的毁坏 还是要造成群众的恐慌情绪 打击俄罗斯的士气 那几个方面我们就要分析分析了 是吧 你这个行动到底有侧重点呢 任何的军事行动也好 战争也好 都是要达成战略目的啊 不是为了说我去惩议是风光啊 我就为了我就炸一下谁 我开心 不是这个个人情感在里面起到的作用 是非常小的 我要打到目的 最后呈现的是克里摩洛宫 被人家乌人机给炸了 我们一定要分析 有这样一个行动 行动的策划者 希望用这个行动假如成功 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他的目的是什么 这些小呢非常重要的是 5月9号 他有一个胜利日的阅兵是吧 挑这个时间 咱们肯定得分析 挑这个地点 克里姆林宫啊 你这个行动要成功了 造成的影响也很大 但也知道你成功了 造成影响很大 是不是克里姆林宫的防卫 应该是比较严密的 那么这无人机是怎么飞上去的 选择的这个地点 又值得我们的分析了啊 那到底炸的是什么呢 有一书啊 有一些分析人士认为 是要去炸普京的啊 这个就完全不现实了 普京本人是很少在客工的 就像董王和拜登 也很少待在白宫 是一样的 而且我们都不说 你两架无人机 现在来看 你就是炸药丢下去 正好就砸中普京了 还不要说 你得知道 当天非常确切 普京的行程 这样的重要的政要人物啊 他每天的行程 是可能随机的进行一些改变了 根据当天收到的一些信息 是吧 随机改变 你也得非常确定的知道 他那个时刻出现在那儿啊 我们还得带入考量 说炸普京 普京这个人物 在现在的俄罗斯 他算是一个主战派呢 还是主降派呢 还是中间派 你去炸普京 对俄乌冲突的进一步降温有力呢 还是进一步升温有力啊 这个地方呢 就是需要大家 对一个宏观的局势呢 有一个认识了 所以说呢 说去炸普京啊 稍微对俄乌冲突有点理解的 应该都知道这个不太现实 另外一种说法呢 说是要打压俄罗斯民众 现在的士气 这种说法呢 有其道理 因为你这个阅兵嘛 5月9号 你要胜一日 胜一日之前 我跟你来这么一下 是不是打击打击你的士气了 说也说得通 反过来也说得通 你胜一日之前给我来一下 那我不胜一日 我更要反抗啊 我更是要乌克兰你们炸 我克里蒙不行 国家象征 我跟你没完 那你到底是打压了呢 还是激发了呢 这个我们就不知道 但我们知道的是啊 现在各方的明确表态 你这客宫给炸了 你不能没明确表态吧 看下俄新社 第一时间根据Telegram 放出的报道呢 什么大家还不知道 到底是哪边的 人先给啊 帽子先戴上了 说是来自乌克兰的攻击 俄新社说的啊 然后再是 梅德维杰夫啊 公开在塔斯社 还有俄罗斯 其他国家媒体 说这样的行动出现 绝对没泽连斯基好果子 是已经除了物理消灭 泽连斯基之外 别无选择了 梅德维杰夫亲口说的啊 我只是把他这个原话翻译出来 然后消灭泽连斯基 由头什么 第一个就是 他觉得这是乌克兰干的 第二说的这样的行为 是恐怖主义行为 这个就非常有意思了 因为比较关注联国 现在俄不冲突 到底怎么开始的是吧 现在又怎么各种各方调节的 现在又怎么发展呢 乌克兰说大反攻 怎么怎么样 应该都知道 两国现在呢 有一个魔法对轰 陷入一个窘境 乌克兰说呢 自己是反侵略 俄罗斯呢 说乌克兰纳粹 再加上恐怖主义 你看这不魔法对轰吗 你说反侵略 全人类二战之后 有一个共识 就反侵略战争 是正义的 应该支持的 但另外一方面 全人类也有共识的是 恐怖主义是全人类的敌人 但问题出在哪 你怎么定义 谁是反侵略 还有第二个问题 你怎么定义 谁是恐怖主义 谁是恐怖组织 谁是恐怖分子 这个定义 全在实现手里 所以说虽然大家都说 反侵略是对的 但是你怎么知道 这个就是反侵略 第二个 大家都知道 恐怖主义是不对的 你怎么定义 谁是恐怖主义 对不对 因为在很多问题上 比方说 对美国的使命统治 拿他们做这个核实验的 那马上群岛的一些 反抗组织 包括琉球一些民权组织 冲绳这个词 根本就不能用 恢复原来他们叫琉球 说日本和美国 对琉球的人权侵犯 是彻斗彻尾的恐怖主义 那你能告诉我 谁是恐怖主义 谁是恐怖分子吗 所以说这个问题 就没有完两面对红 梅特威杰夫说 泽连斯基和乌克兰 现在的集团 是恐怖主义 要物理消灭 那么乌克兰方面 怎么说 泽连斯基这几天 在芬兰的赫尔兴基 拉这个军援 说我们需要更多的钱 我们需要武器 打不过什么 我们捍卫的 也是你们的和平 大家都是北约一家亲 等等的 虽然他现在还没有 这个北约的问题 没谈拢是吧 在那拉军援呢 结果听到这个事 得回应是吧 本来谈的是 我要拉军援 实际上记者采访了 其实这是 克林民工被炸了 你怎么反应 泽连斯基说 我根本不知道这件事 跟我没关系 我们乌克兰也没有 这个武器能力 袭击克林民工 而且我们也不打算 怎么招普京 我们只希望 把这个东西 局限在 就是反其类战争 我们在我们的国土上 我们的领地上 进行斗争 保护我们的家园 我们看一下 泽连斯基的原话 这是CN报道的 我们没有攻击 普京或墨斯科 我们在我们的地区 我们在抗抗我们的村子 我们没有攻击 你知道 这些武器有足够 所以我们没有使用 它在任何处 所以我们 这就是几乎 我们不能花费 我们没有攻击 普京 我们把这个局务放在 泽连斯基这个发言 首先明确反对 什么什么飞机 不是我干的 我不知道 第二个事情 就是我们也不会去 袭击普京本人 我们就是反侵略 我们要保护自己的家园 保护自己的国家 所以他咬住的是 自己是反侵略战争 表态是这么表态 但全世界都知道 明面上冲突是你俩 实际上冲突 背后不知道是哪些乱七八糟 全都暗流涌动 什么土耳其 包括什么埃及 都在底下 还有韩国 都在底下军火的军火 协商的协商 割地的割地 在什么信息站的信息 简直乱成一锅之后 还有北溪这个事情 你泽连斯基不知道这个事情 是真是假 都不妨有人打着你 泽连斯基的旗号 就干这个事 这个也就是隐蔽行动里面 非常著名的 我们叫false flag 叫做假旗 什么叫做假旗 中国古代也经常有 我打着你的旗号 来进攻我自己 说你先侵犯我的 不行我反侵略 历史上也发生过 很多这样的事情 比方说我们中国 被日本侵略 918 找了一个人 穿着中国军人军服 说你先打我们 美国少干了 美国也没少干 什么北部湾事件 越战的时候 格林纳达 一系列入侵的事情 都是美国自己 哎呀你先打我们 不行我要反抗 甚至学界还有争论 说美国搞的 这个调调之后 全世界反恐战争 算不算一个 超大的假旗行动 也就是把美军基地 搞得全球各地都是 为的是我这 有美军之后 就非常容易 美军的军纪 是吧 到处强奸妇女 再是偷游 杀小孩之类 导致当地民怨沸腾 怎么办 民怨沸腾 我又没武器 我怎么跟你美军 成建制的天天巡逻 去对抗 只能采取什么 简易爆炸物 人肉炸弹 用这种方法 好 找了美军的浪米 哎呀你恐怖主意 好 全面入侵 这算不算假旗 这是明谋假旗 所以说假旗 到处都是 有没有可能是 有人打着乌克兰的名义 用了容易 对人认为是乌克兰的 无人机 去炸 克林纳达 这个是完全成立的 于是又老生常谈 反正全世界出现什么大事 大家都又是你 干一下美国 根据Politico的报道 什么什么国家安全发言人 就克尔比 在拜登泄露 这个机密文件事情 他也是不知道 不知道去问 这个白宫新闻发言人 就让皮二 这个守卫非信少数 上去这个发言人 他说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们公开透明 我什么都不知道 但是我告诉你 我不知道 无论怎么样 我反正都是很公开透明 就这二位又开始发言了 克尔比说 第一个 我保证 跟美国是没关系 也就是第一个 不是我 第二不管里面导的什么鬼 反正跟美国是没有关系的 总结一下三句话 不是我 我不知道 与我无关 那这里呢 其实这个话啊 有诡辩的意思 如果你了解 沟通这一首的话 克尔比没有否认的是一种情况 也就是美国参与其中 但是能做到 让别人看不出 他参与其中 比方说硬件 我可能是没支援 是吧 但你无人机啊 你这飞过去 这么精准呢 你就飞到那个 克林盟空头上 是吧 炸了 你这软件呢 提供一些导航 提供一些精确的定位 提供一些情报 这万一看不见摸不着的 你要不是谁泄露一下机密 谁知道你这万一后面搞 是吧 就像 事实上 大家从那个 马上诸塞州 用的哥们 泄露的机密文件来 看 美国其实是非常广泛的 参与其中的 但如果这个文件不泄露 你看都是地下的东西 你能说 我们有确凿重据 这是你参与其中的 你是不能的 所以说这里呢 克尔比讲这个话 是反对了 又没有完全反对 只不过就是他 我们可以啊 如果是你愿意 以恶意揣测美国的话 分析的基础 可以是马萨诸塞州的 哥们现在泄露的 决定情报来看 美国呢 干了一些事 但是明面上的证据 给你销毁干净 那克尔比说这个话 可以是他如果真的是 这事跟美国有关系的话 美国确保 他在明面上 能够找到的证据上 不能说明 这事跟美国有关系 当然了 我们换一个话来说啊 你如果愿意 比较中立的 来看待这个问题的话 这件事情的得意方 会是美国吗 我们要考虑到 一些影响条件 这美国现在就非常积极 给乌克兰提供各种援助的 而泄露斯基 并不像很多人认为的 说我就抱紧美国的大腿 我虽然是乌克兰总统 但是我以美国的国家 利益为优先 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 在相当多的场合出现 是违背美国议员 拜登不止一次的 拜登也说了 泄露斯基去什么 世界选美小姐比赛 说我要发言 俄乌冲突 去世界杯 卡特尔世界杯 他说不行 你们踢球我也要发言 关注俄罗斯等等 这些事情是 以美国为首的 西方利益集团的 那些领袖 都表现出 不希望他出现在 这些娱乐场合的 工作是工作 生活是生活 你打仗 我们下班还要花钱酒地的 对吧 他们是反对的 除了出现在场合反对的 发表演讲的内容 拜登也是明确反对过的 也就是非常 那个著名的 那个梗 现在已经变成梗了 说 资莲斯基啊 你要对美国 心怀感恩 你要grateful 你不要我给你 这么多军援 你要了还要 是吧 那从现在 泄露出来的 还是马萨特杰森大哥 泄露出来的文件来看的 美国提供给乌克兰的 那些军援 炮弹 导弹的玩意 口径是限制的 那导弹的射程 也是限制的 也是打的那个距离啊 就这么远 是吧 我不会给你一些 什么中长城的 你万一有哪个啊 什么什么极端分子 啥的 你也可以说自己 不知道吧 又不知道 啪也打到俄罗斯去了 真这个扩大化 那美国是不愿意看到这个事 就打 但是不能大打 给你的武器呢 哎 就这么长 你要再长呢 不给你了 而且数量 也是有明确的限制的 如果说美国这边啊 那乌克兰不听话了 是吧 认为 泄莲斯基不敢了 给他一掐 这个弹药的储存啊 是不足够乌克兰发起 什么非常大的攻势 或者长时间 能跟俄罗斯耗下去的 这个是美国自己的文件 现在泄露出来的 对吧 所以说 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来分析分析 美国有没有这个动机 去积极的组织 领导这个活动 也就是说 他啊 参与其中是另外一回事吧 参与可能是 里面起了20%的作用 领导呢 起码是一半以上吧 50%以上引出的力 他有没有这个动机 去领导这个活动啊 如果坐实了 这个无人机 是乌克兰 或者支持乌克兰方面 去炸乌克里姆林宫 甚至希望对普京本人 产生生命威胁 又或者啊 不是针对普京 就是为了打击俄罗斯民众了 那这样一场行动 可以说是败比重的败比 不仅你这样的事情啊 激发了俄罗斯民众的士气 而且呢 你让俄罗斯和他的好朋友国家们 哎呀 这个事情居然在打击我们民众 你战争就是战争 你把民众搞进去干嘛 所以我们要团结起来 他们就是反了一嘴脸 什么什么东西 那人家反而团结了 而且第三个事情呢 你居然用无人机去干这件事情 是我们以前说好 不许你这么干的 布林肯是明确说过 说不希望说对什么莫斯科 对克林林宫 对普京本人进行这么打击 他这不支持 布林肯说过这个话 结果你突然反而干这件事情 那你以后美国想再给 乌克兰打批的什么军援 再开放一些什么先进武器 高科技 再这么借贷 那你明正连顺吗 那外交场合这个是不是 拿出来说话了 所以这样一番下来 我们得出一个基本的结果 美国你说你完全不知道这事 大家估计是不太信的 但你说这事是你美国领导的 人没必要 没必要 对吧 所以说可能是谁搞的呢 当然根据这个无人机 这个无人机是谁提供的 进行一下分析了 我们来看一下 根据卫报的报道 之前在今年的2月的时候 就发现乌克兰这方面 有个叫UJ22的无人机 已经可以飞很远了 进行一些改装 飞个什么800公里 啥的是可以的 也就没必要 像很多人说的这种小微型无人机 就是得在很近 旁边一个隐秘的地方 飞出去炸了 去炸了 它可以是很长的 就是在乌克兰现在的境内 就是放了之后 长距离飞过去炸 长距离飞过去炸 这有个问题 你这碗还得有一些引导 你经常是一个大无人机 在前面引导给它 后面那个才知道去炸 你也不跟他这么精准的 要么是美国头上给你 什么星链 什么高科技 不知道科技很火 给你引导 反正人 卫报二月已经说了 当初这个UJ22 已经是飞过去 要炸一个俄罗斯的油气设施 距离莫斯科已经非常近 所以说乌克兰已经展示了 它无人机有本事飞这么远 第二个问题 就是你飞过去 你这俄罗斯防空居然这么 没发现 这另外一回事了 而二月它无人机炸油气设施 和现在炸克里姆明宫之间 明显还是有一个技术代差的 这个代差 卫报认为非常良好的 能够用一个理由来解释 就是经济学人在三月的时候 去采访了这个什么国防工业的线人 这个人要求匿名 并且表示 美军说他们最近的时间 会有一个非常大的科学进步的成果 关于无人机要出来了 那你看时间不是配上吗 二月的时候 你乌克兰已经能炸莫斯科方面的油气设施了 完了三月的时候采访 你一个经济学人 我们一段时间说他叫政治学人 现在干脆改名 你叫军事学人算了 采访到人家跟你说 我们最近有个超级大的科技成果 无人机就要出来 完了你现在看看五月初这个事 所以人卫报也有理由说了 你这逻辑链条 你叫我怎么能不这么想 所以有没有可能是美军 是吧 这你又不能说是他从中领导什么的 给你点什么科技进步 这玩意你怎么说 你怎么去指责美国 我给你把枪 我叫你去杀人的 没有吧 所以说这个也是讲通的 那么另外一个方面 看一下美国现在一方面说不是我 另外一方面说 不是我总得是谁 没有人怀疑就是你 那他就觉得是你的话 是不是你也不重要了 对不对 所以美国人说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华尔街日报 这个让皮尔尔就表示说 虽然不知道是谁 但是呢 俄罗斯很有嫌疑 认为俄罗斯的历史上就有这种假旗行动 人话说翻译翻译就认为是俄罗斯自己炸自己 那么两个事啊 第一个他说俄罗斯是假旗行动 我们刚解释什么叫假旗行动 你美国没有假旗行动 也就是说啊 很多人说嘛 这个马嘎什么东西 有着一模论是吧 你又不知道现在美国到底搞没搞人体实验 对啊 他解密文件你几十年之后才解密 但是呢 之前解密的文件他一直在搞 你怎么知道他现在其实没搞呢 你毕竟要解密要几十年以后嘛 那你又有话说了 这个是一模论 你看看人让皮尔尔是不是一模论 你白宫新闻发言人说啊 因为俄罗斯历史上有假旗行动 所以我怀疑他现在也是假旗行动 那么得了 你美国也搞假旗行动的 我怎么能不怀疑你现在也是假旗行动 到底是谁炸了谁啊 好那这个问题呢放在一边 就算他是 我们来考虑一下 俄罗斯有没有这个动机自己炸自己 其实呢 俄罗斯他有呢 各种反对派是吧 这反对派不是说他的爱好和平是吧 你不要打了 这帮人呢 是非常渴望战争的 他们有没有这个动机去搞 这么一出 去搞克里蒙公里功 理论上来说呢 罗里建路也是分得通的 为什么呢 你就一炸是吧 激发了俄罗斯民众的这个战斗意识 哎呀居然克里蒙公里也炸 并且还在我们圣一日都知道要去阅兵之前 看不起我们得了一下 那这个反对派你可以说是一些啊 极端这个什么私人用兵组织啊 你也可以说是一些啊 这个什么加盟共和国之类的 反正俄罗斯的反对派也很多 所以说这个列路呢 也是讲得通的 从这一系列的分析呢 我们就梳理了一下 现在有的这些明面的表态啊 这个已经是证实的事实和理得清的分析链路 炸这件事呢 当然是没这么简单是吧 梅德威杰夫已经说了啊 这个别无选择 原文说是一定要物理消灭 泽泽斯基及其党羽 这么说话呢 也就意味着这个最后到底是谁搞的 除非你立马就找出真凶 打一下梅德威杰夫的脸 否则呢 该有的公式啊 该有出现的这些事呢 应该是挡不住了啊 这个戏呢 这两天应该会有一些 比较好看的人啊 这个泄露一些比较有趣的事 我们呢 拭目以待 咱们来看看 咱们来看看